換索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芯香 今天來分享 我自己的配點方式 那我們開始吧 之前有在社群文章上PO過 一張20等的 卡片的配點方式 大致上都是以那種配點方式 當作 參考 然後我的配點方式大概是 兩個能力值點17 兩個能力值點15 然後這兩個17跟15會分配在 打擊力量跟 跑壘 然後看情況做點擊 然後選球就是 點3 然後手背跟傳球這邊 這7跟9 會看 情況做 交換 固定選球就是點3 然後 其他四項能力值 打擊力量跟跑壘會是 17跟15做分配 然後接下來是投手 因為到20等之後 等級也不會上升了 所以 也不會拿到點數了 所以會在 20等的時候把所有的點數都配完 所以這邊持有成長點數會盡量讓它是0 然後投手這邊的話是 球威跟球速會點19點 然後控球跟變化 會是11跟13 有時候控球跟變化這兩項數則會交換 然後下面這邊是固定的 795 因為恢復主要是用在季賽 但是季賽有一個 體力恢復技可以用 所以 恢復這一點就點的比較少一點 然後 後來測試之後 球速是會影響 左邊這個 ABC評價的 所以會影響ABC評價的會是 控球 變化 球威球速 所以我點法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做參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頻道追蹤第一手消息 旁邊的小鈴鐺也記得打開唷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 掰掰